你看去年的时候就这么大小 种到这个大盆里边长到那么大了 很多的臭婆说想要养一些个什么吃的东西果树 我觉得这个比较推荐 为啥呢 因为我们这个棚里面是没什么光照 然后呢 它还能结果啊 表现的状态也很有趣 它对土质的要求还不高啊 有的话说 老万一你老是倒倒的用小盆 你不也用了个大盆吗 我用大盆这个问题 但是我特别注意焦水 就是每回等它干了 整体的都干了 我才去浇的水 而不是像大家一样用了大盆天天浇那不行 我基本上都看了叶子稍微发粘了 你看现在也是稍微发粘了 我们才去浇水 而且昨天浇水的时候都没浇特别多 我们这个是在棚里面 如果说大家在室外的话就不一样 你看那叶子打粘有浇透它 如果说用的小盆的话 透水性很好 你可以多浇一些 把握住这个浇水 它对光照的要求没那么高 光照好的话呢 会长得更加的挖散 现在文二国老贵了 一斤大概在100元左右 反正便宜的要六七十块钱 有了兔宝贵 这个是个什么品种 品种呢名字都是人起的 这个也不知道他们起了个他名 但是就是产量高 现在发货也是这样说 带土发货 带瓶带土 它对土制的要求不高 用沙土用泥土都可以 有的话说老花一 我养的下面的叶子黄了 你当大家伙养的 出现下面这种叶子黄的时候呢 就像我一样把它揪掉就行了 这个下面的叶子不重要 好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根系 根系还是比较挖晒的 用的这种黄土 它不是那种黑椒泥土 可以地栽 可以盆栽 全国各地都可以养 南方的花油也可以 北方的花油也OK 北方的花油冬天了 它会落叶子 南方的兔宝呢 就一直养着 南方应该是一年能做到 写两季也差不多 它会一直长 只要再长成花 就再长 对对对对 好 很简单 光照的话尽量的给茹 没有什么光照 也可以去养它 浇水还是见干见湿 你看叶子稍微发软了再浇 好吧 用土的话不研究 如果是南方的兔宝 在地栽的时候呢 尽量的种到高坤的位置 也让它低挖土 低挖土会容易积水OK 最低气温 只要在零下20度以上 都可以去种植的 这个没问题 水料的话选通用性的就OK了 现在五花果都是这种 带瓶带土给大家发货了 给它放到小黄车了 这老花仪自营的 放鞋大展的low就行了 你看这种还可以一年就长这么大了 如果是大家在世外地灾的话 长得比这还要大还要猛 你刚才比起来还要是假的 你刚才不是白叶子了 今天上来就有白熊子 然后两下不是有字吗 然后这白熊子也有 那是那是天方 那也有白熊子 它是天方啊 你们可以对 回去可以玩玩去 而且有人是说这个 拔破了以后什么 这个沾不推广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好吃就行了 我是老花仪 野花记载 白了错吧 はい 嘿嘿 嘿嘿 嘿嘿